最近呢又有消息说了 说埃及已经和我们签署了引进 10C和1031的相关文件 我个人认为啊 这应该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言 不过这个埃及采购我们战机的可能性啊 那依然是很大的 而且呢不买也就算了 要买啊这真有很可能是直接就买咱们的五代机 1031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顿评 埃及要买10C的事情 这不是已经传了很久了吗 那最近他一下又热起来了 大概是和我们最近派出八一飞行表演队 和咱们的运20去访问埃及是有关系吧 那以前传闻的源头是什么 那现在也就无从考证了 但是最近这个传闻的源头啊 他好像是一位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军事博主 在社交媒体上说的 不过呢他也就是这么说了说而已 至于后来传着传着就变成了什么八月份 双方还签订了文件 我觉得这个可信性很低 也有人说呢 这个可能就是埃及方面呢 有意借用着民间的渠道放出消息 去压压这个美国赶快给埃及升级F16 同时呢也压压法国阵风的架 但是说到底吧 都是一些猜测而已吧 从几个角度来看呢 埃及现在买我们10C的可能性啊 它是很小的 首先呢就是这个政治环境 现在还不允许啊 有美国压在那儿啊 埃及他不太能做得了自己的助 如果说埃及去买法国的阵风 在一定程度上去平衡以色列的话 美国呢 他有可能向法国妥协啊 这一点上埃及还能做得到 从现实的状况来看 埃及已经订购了法国的44架阵风嘛 而且已经现在已经都交了14架了 如果说这个埃及这边有了阵风 或者说美国那边松一下口 同意为埃及的200多架 老的F16升级的话 那埃及再买10C的必要性就不太大了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排除埃及啊 不买我们10C嘛 我们和埃及有传统的友好关系 即便说这些年 你差不多得十来年嘛 埃及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动荡 但是和我们的关系呢 一直也还是不错的 你就军机而言呢 埃及它拥过咱们的K8教练机 而且在当地还建了工厂 还专门有个型号就是K8E 近期呢 还采购了不少我们的无人机 这个关系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埃及的作战指挥中心 这是我们中国帮助建起来的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 你这个基础打好了呀 它就是一个有可能过渡到购买我们战机的可能的路径 再往前看一看啊 如果未来埃及 它将来要升级到五代机的话 那和以色列 它要达成新的这个战略战术上的平衡 至少不能让以色列一直压着自己的话 还真有可能啊 去引进我们的前三十一 你毕竟这个美俄很难 现在很快的提供这个隐身机 法国压根准备的东西 我们的前三十五和前三十一 可能很快就会装备我们自己的部队 埃及这边肯定会有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